一季度经济数据出炉 我国经济实现开门红 在时隔五个月以后 制造业PMI重新回到了景气区间 就业规模在继续扩大 调查失业率稳中有降 今年明确感觉整个我们市场在回升 如何看待一季度经济运行的整体形势 用三个字来概括 就是一个是稳 一个是深 一个是近 一季度经济呈现出哪些结构性的亮点 和趋势性的变化 一个亮点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新三样 在国际事业下 中国经济一季度的表现如何 我国经济增幅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保持领先 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稳定力量 你的关切我们来回应 这里有中国经济的权威声音真实画像 敬请关注中国经济圆桌会